怎么你不说一声呢 说回就回来了 啊 快点 来来来 我回家怎么还打包盖了 快快快 妈 你就吃这个呀 太简单了吧 简单什么呀 有时候还不吃呢 一个人对付一口得了 要饿 你给我也对付一口 成万粥 你也没吃啊 嗯 你不能吃这个 那没营养 刚买的饺子 你煮饺子去 那你怎么不吃饺子呀 我喝粥就行了 我怎么胖了 那么暖吃 那饺子好吃 每次都买这个牌子 快 你赶紧过去 你别再出发这个油 没事 不行 不行 你赶紧过去坐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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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现在跟阳光一模一样啊 这不能吃 那不能碰 只要这屋也不能进 我现在跟犯人一样 那喘死了 喘什么呀 那他不是为你好啊 赶紧说吧 回来什么事 我能有什么事啊 就医生说我应该多运动 然后呢 我就溜达走啊走啊走啊走 我就走回家了 要顺便看看你 走啊走啊 谁信呢 我还不知道你啊 你没事 你才不回来呢 说吧 什么事 别这么笑 我受不了 你别说我亲妈 非语师傅 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 妈 我想跟您商量商量 要不咱们家 就不请月嫂了吧 阳光的主意 不是不是不是 他妈的 怎么骂人呢 我不是骂人 我是说他妈的主意 对吗 我婆婆吧 就是说 帮我分析了一下 你看 孩子生下来以后 咱们处处都得用钱 能省就省呗 你婆婆是不是跟你说 为了省钱 她来伺候你 想到她妈要来了 别说你了 我都受不了 别那样 让我婆婆人挺好 只要是我 我就想着 现在你说在家待产 手里也没项目 那工资少了一大半 能省就省呗 行了吧 那个谁 阳光换了工作 挣得还不行啊 那这个小公司 也不稳定啊 对吧 宝贝啊 你一天到晚 就想着给他们家省 但是这样不行 你得对自己好一点 该花就得花 别傻 好 你是不是被我舅妈洗脑了呀 谁都没法给我洗脑 经验之谈 把你厉害的 那当然能个的 你谁谁呀 谁敷了敷了骂你 那别吃血了 那些脑袋 你这气需要 你选择 你这个 你都能做什么 你这个 不是 你这种 我跟你这样的 我说说这种 是 你这个 你死了 还嫌我管多了 走开 行 对对 脚的垫上去 好 来 脚不肿啊 是啊 难受吧 我之前三七的鞋 现在三九呢 委屈我老婆了 过吗 为了儿子的健康 再人俩悦 儿子 看见没有 你妈对你比对我好多了 对了 今天那个谁 秘密打电话了 说有个月嫂 特别好 而且特别强手 定了吗 要不要我见一见 我还没见呢 你见什么呀 那你就拿出那种 面试员工的那种气势来 真拿不出来 你知道一月多少钱吗 多少钱 一万五千八呀 确实有点贵 对 但应该很值 你是大款哪 那 一分钱一分货 其他地方咱可以省 这方面我觉得咱不用省 真的 那可不不 老公 你瞬间变得高大 你真这么想啊 那我心里就有谱了 那我心里就有谱了 但是妈那边 你先别跟她说啊 我怕她受不了 要是跟她说了 我也受不了 你轻点 今天上课有没有好好听老师讲课呀 我听得可认真了 是吗 妈妈 你上次答应我考虑方百分就满足了个愿望 你还算数吗 算呀 当然算数啊 你长得什么呀 我上任那天想要 刚才看见那个钢铁匣蛋糕 张姐 你说宝宝长大之后长什么样啊 那还用问啊 肯定像小凯小时候一样聪明漂亮呗 帅气 哎 她小时候是不是少年老成啊 哎呀 小凯大概这么高的时候 嗯 就我来照顾她了 因为那时候太太呀 特别忙 经常不回家 所以基本上啊 都是我来照顾她的 还有呢 你再给我讲讲 小凯小时候啊 真的特别聪明 我记得啊 有一次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妈妈 小凯 你在家啊 有没有好好学习 先教你的话呀 嗯 妈妈 我过生日的时候 你会送我什么礼物呀 嗯 如果你考了双百呢 你想要什么妈妈都给你买 那如果我考了双百 你要给我买蛋糕 还要回来陪我过生日 好吗 好 妈妈知道了 哎 姐 你这刚回来你又要走啊 你不等等小凯 她再有一个小时就放学了 哎呀 我得赶飞机 你这样 你跟小凯说 等我到了地方给她打电话 我走了啊 姐 还有什么事啊 小凯明天过生日 哎呦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那 那这样 你赶紧到店里啊 给她去选个礼物 就说是我给她挑的 哎 还有明天你把她 把你的同学 全都请到家里来 好好给她过个生日 啊 好啊 哎呦 时间来不及了 走走走 我先走了啊 妈妈妈妈 我把车买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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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车买了 拿着 因为小 Mein 呢 你 hog覆 车买了 我把车步 自己的颓猜 给我去 猴子 ine 妳 我 sava 咱们 你 你 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